字幕提供 聽到銀線 對 人聲和音樂聲是重要的時間 仍然是用的 聽什麼配什麼線 Leo師傅告訴你 別看它細小粒 放得對完美音色馬上有 馬上開始 Farrest & Wilkins 突約聖火相傳 Farrest & Wilkins 其實現在真的有很多線廠 很多線的種類讓我們選擇 如果說40年前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什麼信徒師 我開始玩的時間 最早期的時間是用電線做喇叭線 在理論上來說 銀線應該是最好的 不是理論上 因為傳訊是最快的 在早期的時間 一聽到銀線 對 一時死了 有高音就沒有低音 這個早期的時間 所有的銀線都是這樣 如果是重要 人聲和音樂聲 是重要的時間 仍然是用銅為主 純銅線 其實音色是最美的 只不過是一件事 也不夠快 是慢了一些 加上銀線 是將速度加快 沒有10轉10轉 即是有配方 沒有的 就算到現在 有些線 說20萬 30萬 一對 等等 是否完美 不是 只不過是 相比之下 比其他線 是漂亮很多 而且容易 將自己的組合配搭 是能夠發揮得更加好 如果一定聽人聲 耳樂為主 同的分數一定會高 如果聽Hifi 聽效果 聽細緻 聽速度 銀幣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可以配搭更多 更多 更少 現在的線 價錢 跟效果的比例 相對 是 變成 線用多次的時間 大家都是這樣 只不過有一個取向 你喜歡哪些東西 更多 我喜歡爆發更多 我喜歡人聲更多 這個分別最大 當然要配合整套組合的價錢 我實在聽過很多朋友 那套東西 100萬左右 但線是超過百多萬 那 合不合呢 這個各個玩法 很少用一個型號 一個牌子的線 配成 越漂亮的時間 它的性格越強 強到情況 影響整個組合的性格 前一陣子跟法師傅聊天 很多法師傅玩電源線 每個人都追求夠粗 通常來說 粗的線 主要是能量要大 能量要大 電流量要大 我自己玩法 功放方面比較適合 出錯的機會少 功放比較粗 前級在啞數方面大 它根本上自己有 但通常不是很大 去到CD機 這類解碼的 需要這麼小的電流量 真的不可以用粗線 越粗越漂亮 越厲害的時間 反而粗的感覺 不是粗音 粗的感覺 會更大 以前我們玩的時間 在香港就很慘 隨時 那裏220瓦 什麼230瓦 沒有這件事 買外國的器材 大部分是230瓦 甚至以上 餵下去的時間 是200瓦 好像很漂亮 不是的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 電流量很重要 電流量 一定要做到 把這個組合餵飽 餵飽之外 還要乾淨 用漂亮的電線 通電量就夠了 第二件事 怎樣能夠用漂亮的粗牌 插粗 美國插和英國插 分別 英國插英式的充電 是最大的 一定是比美國插 當年我玩響 有一段時間 有本書是你出的 即是音響雜誌 為什麼 其實在之前 香港所有的雜誌都寫了 然後台灣 然後美國 寫一寫 發現自己有問題 例如說 一個喇叭 很聽 很正 然後借回家 跟自己的組合 配搭 從那一段時間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反而來聽 我覺得 這樣的價錢 不對 沒有理由 即是過不了自己的關 在開始的階段來說 或者以為就是 質素差 在再後一點的時間 我覺得不行 變成在我那裡試完之後 去其他四五個地方 高視 試出來的一件事 就是 在A那裡 是不漂亮的聲音 在B那裡 很漂亮的聲音 為什麼呢 很簡單的 原因就是什麼 配搭 如果你的喇叭好 功況好 如果配搭不好的時間 就不要聲音 就不是說 這件事不好聲 這件事不好聲 是你配搭出來 就不好聲 即是可能 跟人玩同一個器材 可能玩出來的聲音 都不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 本身來說 所謂的規格 各方面的東西 是不合格的 因為時間這樣分開 這本社和那本社 很散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 剛才所說的配搭方面 始終任何雜誌都滿足不了我 我想 自己開吧 自己開本雜誌 我的雜誌 你一看過 就知道一件事 我就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 叫做龍虎會 每一期 通常有 最少應該是七套 即是七套喇叭 七套工房 最多是十四套 就是穿均勻 像跑馬一樣 一穿二穿三穿四 然後二穿三 即每一次都在說 七十八十個不同的測試 要做的方法 就是全部洗手 和我一齊一聽 一齊去給分 自己搞的 就是出發點 其實是為了尋求真相 在中國的時候 聽到有這個Nautilus 這件鸚帽 鸚帽 看樣子就喜歡 就在北京的這個朋友 就知道我存在 他說你一定要幫忙 然後其實我也想 因為他一買就買四部 接著 鸚帽完之後老實說 我自己暈倒了 是漂亮的離奇 看來很小的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就是這麼高 但是能量的感覺 絕對不會比其他低 你是真相證的 所謂的衝擊力 它是比有些東西不及 但問題來說 你真聲是不是這樣的衝擊力 自己做錄音 和在現場上 真的低頻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鸚帽 有靜電喇叭的感覺 一個很通透 音場很廣闊 很自然的 非常厲害 沒錯 這件事真的不一定 當年有本北京的雜誌 就是講藝術品 他就提出了 你們有一個產品 叫鸚帽 外形很有藝術成份 其實是甚麼 他就覺得是藝術品 但不只是Low Seeker 沒錯 可以證明一點 Lotus除了聲音出眾之外 其實他的外形是受到肯定 最先的時間 就覺得設計師一流 後來覺得不單止設計師一流 在技術上和物理上 是 喇叭設計去到盡 沒有喇叭能夠造成這樣 其實每一個分開幾個部分 上面長長的 中油 原來低音是主轉的 原來有理由 是有這樣的一個通道 一個長度 讓這個低頻能夠出到 真正的20周 所以這個不單止設計方面好 而且在喇叭設計理論上 也是一個頂級 我對B&W的印象來說 我覺得多些法師口 去欣賞到音樂 這個做得到 我對他的印象來說非常高 馬國玩了 有條印 現在有甚麼更堅強 讓我們玩一下 玩釘好嗎 真創 這套釘 就是NEO大哥設計的 我們玩釘就是控制鞋震點 鞋震點 鞋震點要控制 不同的物料有不同的鞋震點 有些喜歡用木 有金屬 這個是玻璃的 比較小件其實是玻璃 我待會可以示範 有兩三個擺法 我們先聽沒有釘好嗎 現在我會放一個大約一般的三角形 擀邊三角形 好處是高音多了 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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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削了 這次也試一試 高音多了 如果擺開一些會不會多過頭呢 已經是明知多過頭 我們試一試 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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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應該高音多了 是不對的 但現在拉出來之後 它的聲音很漂亮 它平衡了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部機 剛才我發現它的底部有一個散熱位 剛才我擺個位的時候 它有三分一粒 就是壓在散熱那裡 即它的粒釘吃不完 現在拉出來它是多了 所以低音也好 低音 浪釘不是一定的 有些機真的不能浪釘 但絕大部分 九成都可以 不如深入一點說一說 未試過 哪個位是重 哪個位輕 如果後面重一點 應該後面兩粒 如果前面重一點 應該前面兩粒 剛才我將三角再擴大它 由於有一個散熱位 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是有三分半粒在散熱位 它吃不完機殼 第二次就退出來了 現在我再退出一點 我們要聽一下效果如何 通常來說 越開就高音越多 越近低音越多 如果你變成要教你自己喜歡的聲音 因為CD機絕大部分是後重前腔 仍然有一件事是後面重 但可能是右邊更加重 變成鋼釘的位置 就不一定是要對三角 可能重那邊一定有 然後這一邊去裡面吞 吞 對它 前面其實 吞對之後 只要前面來調聲 其實最容易 最快 假設我後面兩粒 放在最好 我認為闊一點窄一點 現在最好 就是最後控制前面那一粒 前面那一粒 如果比我現在 我會覺得 彈回入一點 有錯多一拖 彈彈的聲音 有多一點光輝 還有中音 潤窄度 鋼琴的反音 是好 這樣動一點 其實可以把整套組合的發聲 高低做一個改變 是適合自己個人聽 很多人都會問 有哪些釘是特別最好的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試過很多次 發覺一件事就是 價錢真的沒辦法 越貴就越漂亮 這個真是很激氣 真是這樣的情況 價錢可以幫你選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選擇哪一種釘 第一件事真的要看價錢 第二件事是靠你自己調聲的手法 黃帝偉 很多發燒油都買了 裡面有小冊子 整個過程 理論都有圖解 分個步驟 其實都是由一間空的房間 把喇叭進去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位置 這個低頻重播的時間 清晰度很高 線條感很漂亮 做到低頻好 就是中和低頻高就好 沒錯 開始把喇叭放在三分之一 和四分之一 所謂三分之一 好像九宮格一樣 九宮格 我做了之後 就是這兩個點 就是廳 然後這個中間就是黃帝偉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氣點 但是這間房間一定要大 但是在香港 比一個地方來講 太過小了 如果放三分之一 通常都不行 我們要放四分之一 房間開四格 裡面有16公格 就變了一百個位置 在那邊去找 做了之後 就跟著用 我黃帝偉 就用鋼琢大鼓牛豆腐的低頻 用這個低頻去聽 如果房間不是四平八穩 就比較辛苦 就逐隻喇叭用 三分之一 好四分之一 其實喇叭離牆是特別遠的 現在把喇叭的正式方法 不是貼牆 貼身牆的時間 只能夠不斷闊 看到他也知道他射不穿牆 尾條會做到一件事 我們後面有說的 是整個 有幾鬼的一個深度表現 黃帝偉 都是說一些很試正的房間 但是你知道 家居環境 一邊就飯廳 一邊就落地玻璃 露台 黃帝偉說的話 我也有試過 但是我們家居環境 我們又怎麼做呢 做了第一步之後 其實全部靠耳製聽 聽的時間 好了 譬如說這一邊是有牆 這一邊是飯廳 這個時間 這一個反射 就反過那邊 起碼三倍 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歪了 整個音場去到那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一個to in 就是內傾 內傾的角度 是把它改 這邊不動 用這邊改 把角度改小 之後 就希望延遲減少 是否能夠做到全十尾呢 很難 只不過有一樣東西 一定有改變 起碼都不會說 要這樣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譬如後面這邊有走廊 或者是這邊有窗簾 變成反射的延遲又不同 那邊走廊就長很多 突然就長很多倍 有窗簾又變暖了 一邊長一邊窗簾又不行 情況之下 這個喇叭 前後都不同 如果是太長的時間 如果喇叭越前 就越深 你那邊已經夠深 就要推後 到最後的時間 一種這樣的家居環境 兩個喇叭是不會平衡的 平衡就真的錯了 變成一前一後 不是很細 一定是有一填一填 然後在吐煙或者內傾角度 兩個都有內傾就好 都可以 但每一個多一點 一個少一點 我們看這一邊 看這一邊 你看到側邊的反射 其實是這樣的 都是 這邊長的面段 都跟我們剛才說的 有些關係 如果是那個聆聽環境 不是很不對稱的時間 很不對稱的時間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個反射點 這裡很重要 這裡是能夠控制到你的音場的闊度 如果是這一邊慢 這一邊快的時間 就會這樣 第一件事 就是用板的最好 能夠加上板的時間 將它控制了 反射了這樣的反射 另外一個 就是如果是不用這件事 有時太太不喜歡 不喜歡的時間 就沒辦法 拳而之計 或者是一種張就 用喇叭前後 角度不同去改變 OK大哥 現在我跟長哥 放了一個救攻格 我們先用這個 我們先聽 算不錯了 我們再找微調 找一個好位 不如先推後 好 然後剛才還要前一點 好 就是這麼多 大家意見相同 我們用這個微調 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否應該先推後 然後這次 這一邊 就要在旁邊看 對回它 同樣的前後 前後 現在我們其實要真正做到盡 的時間 用的時間很長 不過已經能夠把 演示到 其實用這個方法 的步驟 能夠把喇叭 出聲 和所謂的 和所謂的 那這個做法的時間 現在這樣推一推 已經那個低頻 那個鬆容度 和那個超低 出得好些 那我們就開始 去擺這個 兩邊的平衡 了 各位將會聽到 由左到右 九個相等距離的發聲點 當你聽到這九點的時候 頭部不要轉動 觀望每一個點 因為當到一對耳朵的角度 改變的時候 當你聽到這九點的時候 聽角就會有五差 現在這樣擺放的時間 這邊的聲音是實在過這邊的 換句話說 其實就開始要突然 突然了 突然了 聲音的實在更加好 但同時間 也會改變了結像和定位 所以面又是要 擺來擺去的了 擺喇叭 一邊做了一個相當好的 基本時間 我們只推一隻喇叭 有一個相當的 零晶 有一個相當的 有一個相當的 零晶 有一個相当的 零晶 有一個相當的 最後一邊 又是 一邊 開始 還 是 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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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 在一般喇叭的情况下 如果音场是低 其实是要向前的 感觉上应该向后 不是 是向前 即是后面的钉要升高 即是拉长一点 原理是越向前向就越高 越向后向就越低 屏风喇叭的双面发声向后就越高 向前就越低 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单元喇叭的时间 就是相反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坐的位置 你坐的位置越低就越高 你坐的位置越高 音场越低 所以用一个标准人声 我们听两个三个 每个都在你前面站在你面前 五尺领高 那个时间就对了 我相信今天观众都学到你很多招数 别用我学字 我很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节目的时间 在家里不停尝试 效果提升的时间 其实就是每个法师有梦寐以求的 想做的事 每位法师有每个自己的喜好 是很独特的 但喜欢的时间就是有一个标准 不是空想出来的标准 我的标准来说就是我听真话 有这个标准的时间 其实就是不需要听别人的说话 可以参考一下 如何再进一步改善 但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别人说死了 你高音不够 我说死了 我高音不够 那一定要相信自己 高音不够 主要是如果加多一点 是不是好一点 那就试一下 一定用这个心态和信心去调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标准 一定 做法师有没有信心 我只能说一句话 不如不要发烧 就是浪费 可不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多一点 下来香港也会找你 那不就这样说 当然 挖着Marco一起来玩 一定会来上课 好 不就这样说 好 今天多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